我是尹珍 然後是大王科技大學學生 現在是塑英 我是賴宗平 然後現在也是 堂培大學學生的塑英 嗯 我來講你自己模樣 然後他是葉米宏 我應該是從網路上知道 然後其實從第一屆開始就來參加 第一屆開始就來參加 我第一屆也沒有那麼講 第一屆的時候你大學嗎 我大三 大三 大三就有參加 大二 大三 大三 所以第一屆第二屆都有參加 第二屆沒有 我也是第一屆的時候就知道 第一屆 但是我第一屆就是我們就跟我們同學 沒有跟他 我們兩個還在加他們兩個學 所以有參加 然後那個時候就沒有得獎 然後後來 我們就在唸這個DJ 對 反正念完之後 過了兩年之後 他就找我們參加 這樣 其實他是一個開放的 就是一半年總共都可以參加的比賽 因為其實他的那個 需要的技術不是很高 那上傳的部分也是比一半年工業設計比賽輕鬆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還蠻開放的比賽 然後這個可能就比較 我們那個時候在想的時候就覺得他比較像是 要有點行銷的做法這樣子 可是我沒有想說他是行銷的比賽 你說因為後面還有怎樣提案的部分 沒有 我第一屆參加的時候就知道了 然後後來就一直把他當作是一個鞋子的比賽這樣 因為我們也沒有去參加 第一屆沒有入圍的話 後面也沒有去討論那個鞋子的部分 所以就覺得 這是一個鞋子比賽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很常去涉及這一塊 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用行銷那一部分去輔助的產品這樣子 一開始就是對這個題目其實想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像一些JLEN產品要做到就是有綠色的感覺 其實像蠻多組就是網路上上傳那些就是看起來都是在外觀上 就是加入一些就是視覺上的東西 這是我們像是工業設計 那你就可以跟一般的人就是 就學純流星那些可能會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可以區隔開啦 對 所以就是有看到就是那種鞋子走風 風力發電的東西 然後就好像那個東西其實比較偏工的工業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如果加到一些裡面 就是加入流星的部分會蠻有趣的 對 因為他們應該是輻射的吧 對 輻射 所以我對那個就是單純學fashion的人的想法 我不是太 你們會比較偏工的面 不是 我們覺得好看的東西 他們不一定是 他們覺得有 就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樣 對他們感覺是突破的雷幹 對於我們來講 可能不一定是 雷的吧 我在想想 所以那個時候 還蠻意外的 還蠻意外的吧 但是就是那個東西其實 感覺來說就是對學純公社的買收粉 他不是非常嚴謹 因為他是有一點點 就是 加入天馬行空的感覺 可是就是能得這個獎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定的價值 所以就是 那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對 那天我是覺得蠻好興 但是 但是 我是覺得沒有非常說很驚奇這樣啊 但是是覺得說 嗯 因為那個參加這種類型比賽的人 都不太嚴謹 都不太合理啊 都不是 比較偏的 idea 我覺得應該都不是 像做工事的那種 就那個東西通常都真的不太能生產啊 就是都 都不是很嚴謹 那我們自己也覺得不太嚴謹 然後 就是 但是就想說 就是切入一些可以故意不嚴謹的角度 這樣 然後我是覺得 這方面我就覺得蠻成功的 像 像概念車這樣 就是 他不是做一個真的車 但是 概念工作 其實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概念 會緊張嗎 嗯 一點點 因為我們 前一天有 就是 練習 有請一個 學校 就是嘴巴一開始的學姐 來幫我們 就是 就是 看一下 然後跟我們講 大家覺得哪裡是 就是 weak的地方 然後就把它拿掉 然後應該要怎麼講 就知道 可能 有些講法 對啊 那是會比較 討喜的法 是真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還蠻感謝那個 我們之前那個 就是 你在前天請那個學姐來 就我們還有幫我包給他 我們還有幫我包給他 對 因為就覺得 他有來改過是有差的 因為就知道不需要講的 然後還有你要怎樣講 你才可以讓評審知道你的態度是 比較正面積極的 因為公社的人在普遍都 大部分都在提升那個產品 就是會講 他都不講很外圍這樣 都不講很外圍 然後你也不把自己當誠信的 要推銷他那些 對 對 就是 立場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平常我們不會做 他很外觀的事情 就是 因為當初我們討論的時候是 他說鞋跟家人那個 垂肘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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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不好 然後就覺得那個 他那個垂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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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能wark 就是以能wark來講 他是不太能wark 但是就是 直到時候 就是大家的眼光 就是眼看的地方是不一樣 所以看的地方很不一樣 所以就是這方面應該是 我們是 因為我們自己分析啊 後來自己分析得獎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就是我們自己受的訓練 顏色還有合力化這塊 這樣 所以有時候 就是 可能不用 雖然是可以天馬行 info 但是 他畢竟還是一個 好像是要提案的一個 像產品 所以你一定要 你有你行銷哪一塊 然後你有你創業那一塊 當然你還是要有那個產品 該有的一些合理性在裡面 就是 你明亮原因 明亮道理在裡面 就不是單單就是 做一個題目的髮型 就結束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是公社裡面的很大的比賽 那你如果第一名的話就單一名不一樣 那個履歷就會好看 我覺得很多很多的那個參賽者 他會直接被題目所影響 那做出來的東西怎麼會差不多 就是到處有個繩保 那就通用到題目身上 這樣子會比較特別 公社的做法也蠻長的就這樣 對 先有想法再套用 對 好